张无忌和乔峰谁更厉害呢 提到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金庸老先生的评价 认为张无忌最强 那么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本期视频 我们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 从武功配置上说 张无忌确实由于乔峰 乔峰拿得出手的武功 只有丐帮的降龙士巴掌 打狗棒法 少林内功 少林龙爪手 降魔掌 太祖长拳 擒龙功以及施吼功等 而张无忌除了内功九阳神功 剑术还有武当太极剑 拳术有空铜气伤拳 武当太极拳 擒拿法有少林龙爪手 轻弓有武当踢云纵 另外还有不按套路出牌的圣火令武功 以及无上运功法门乾坤大挪移 其中满级的九阳神功 让年纪轻轻的张无忌 内力就达到了老五爵的水平 太极拳与太极剑可以以柔克刚 后发制人 而满级的乾坤大挪移 又可以让他在实战过程中 随便投机去巧 攻击力不足时 可以用他拷贝对手的武功招式 献血献脉 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 对手防御太好时 可以用乾坤大挪移凭空制造破绽 如果对手攻势太猛 还可以用乾坤大挪移 将攻击力转移到其他方向 或者直接反弹过去 让敌人自己打自己 而乔峰的武功 全部都是实踏实的打法 没有任何投机取巧 内力也不可能高过开挂的张无忌 所以从理论上说 张无忌占了很大优势 其次由于性格原因 张无忌实际发挥能力不如乔峰 他优柔寡断 与人交手总是瞻前顾后 容易手下留情 曾两次被周芷若打伤 在灵蛇岛上跟风云三室交手时 因为不忍心伤害辉月使 差点让赵敏丢了性命 所以张无忌虽然家底厚实 却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而乔峰性格刚毅果敢 大有千万人在前无 亡以的英雄气感 所学武功虽然不多 但每一项记忆从他手上施展出来 都非同反响 性子临终 乔峰单掌探出 地上的刀变凌空而起 自动落入他手中 这手擎龙弓 让风波恶甘败下风 武学专家王宇燕 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乔峰天生骁勇善战 出手果决 欲强则强 一生实战无数 从无败己 据贤庄前 他以一人之力 利错数百名武林群雄 杀得血流成河 邵氏山下 面对丁春秋 慕容复和庄聚贤三大高手的围攻 乔峰毫不畏惧 第三 从武功本身上看 张无忌并非天下无敌 虽然九阳神功能够为他提供 源源不断的身后内力 但也并非永不枯竭 毕竟张无忌是人而不是神 原著里说得很清楚 张无忌第一次闯金刚伏魔圈时 跟三度神僧斗到两百多招后 就觉得后劲渐渐不足 只有防守不能进攻 另外 乾坤大挪移也不是万能的 否则的话 张无忌早就单刷金刚伏魔圈了 还用得着闯三次阵吗 而且一天援助大结局时 张无忌发现 只有使出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 才能有效对付玄冥二老 这说明 乾坤大挪移的转移攻击也不是无上限的 如果遇到比玄冥二老更恐怖的对手 他就无能为力了 而乔峰的降龙十八掌 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权力施展的情况下 连扫地僧都得吐血 其威力恐怕比这二老的玄冥神掌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 张无忌若是对上乔峰 估计很难讨到便宜 甚至还可能因为心慈手软而落于下风 不过乔峰要想将他杀死 也绝非一事 当然这仅仅是个人观点 不知各位老铁友和高健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